中国是黄金的最大矿商、进口国、央行买家和家庭消费国 尽管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英泰立场 但金价在2月1日仍然收盘走高 分析师们预计 一系列因素将推动金价在2024年回升至创纪录高位甚至更高 Libertus财富管理集团Libertus Wealth Management Group总裁亚当·库斯·Adam Kuz表示 美联储的最新声明在黄金市场引发了涟漪效应 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一夜之间跌幅高达1% 至每盎司2046.40美元 Factset数据显示 4月份的GCJ24合约价格上涨0.03% 随后一度高达2083.20美元 与去年12月27日达成的最活跃合约价格2093.10美元的创纪录价格相差不远 4月份合约价格周四收于每盎司2071.10美元 上涨3.70美元 涨幅0.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月31日否认了美联储将于3月份开始降息的预期 Gold6.com总裁彼得斯皮纳·皮特斯贝纳表示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正采取一种更为耐心的方式 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减轻了人们对于尽早降息的希望 他说黄金市场的潜在力量受到央行购买行为的推动 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表示 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保持了惊人的速度 年度净购买量为1037吨 几乎与2022年的记录相当 只差45吨 库斯表示 各国央行一直在像寻宝者一样囤积黄金 尽管面临债券收益率飙升和美元强势的可笑等强大阻力 但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帮助提振了金价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 黄金期货价格一直稳定在2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上 斯皮纳表示 金价稳稳站在发射台上 并预计未来几个月金价将创下新高 从总体情绪指标来看 你无法判断金价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但他表示 这是典型的隐形金牛走势 期货价格与去年的收盘价几乎没有变化 斯皮纳表示 隐形的黄金牛市行情悄无声息地进行 随着牛市兴奋阶段的到来 我们将稳步进入创纪录的价格区间 他预计 通过许多触发金价上涨的因素 那些做空黄金市场的投资者 将看到他们对金价大幅下跌的梦想逐渐消退 转而 成为多头的空头回补弹药 库斯列出了一系列 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 将黄金价格推升至历史新高的影响因子 包括美联储可能放松货币政策 美元走软 以及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似乎永远不会消失的情况下 持续的避险需求 市场对美联储将很快降息的预期 促使黄金在去年12月底达到创纪录高点 但分析师也预计 在战争的背景下 对黄金的避险需求将会上升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正在蔓延 风险正在增加 这已经转化为许多金庄国家增加越来越多的黄金储备 斯皮纳说 除此之外 中国对黄金的需求依然强劲 预计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 黄金需求将会继续增加 Burian Bolt研究主管阿德里安 阿时Adrian Ash表示 中国一直以黄金首饰和投资需求的激增 来庆祝农历新年 中国是黄金的最大矿商 进口国 央行买家和家庭消费国 根据ChineseWire.net 中国新年从2月10日开始 庆祝活动将持续16天 中国飙升的黄金需求 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阿时在本周的电子邮件评论中表示 他指出 以人民币记下的黄金价格 自新冠病毒疾病流行前夕以来 已经上涨了44% 仅去年上涨了五分之一 此外 以美元计算 2023年 中国家庭黄金需求 预升24% 达到创纪录的560亿美元 阿时说 农年可能会看到 中国农历新年 对黄金需求的新纪录 黄金被认为是好运的象征 通常被作为节日礼物购买 阿时表示 当沪深股市2月9日 因中国春节长假休市时 希望黄金价格逢低买入的西方投资者 很可能获得一个增持黄金的机会 展望未来 他说 今年很难看到金价下跌太多 阿时表示 黄金市场在2000美元以上 找到了强劲支撑 这得益于中国央行持续不断的需求 受到当前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刺激 再加上悲观的金融和经济前景 推动了庞大的家庭需求 及时产生的地缘